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军训期间也守不了教官 军训结束前夕 教官为同学们表演最全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训期间也出现了好多军训千花板 都说少年强则国强 开学第一天 安徽二零二级 高一新生军训 慧眼太给力了 看得我是热血沸腾 振愤人心 这个特化老师太厉害了 没有几个学校能做到 祖国的强大就靠你们这些新生力量的网友 这大概就是青春的样子 而更厉害的是 近日贵州六盘水 母中学走至学生地形军训会 现场硝烟四起 令人热血沸腾 学生们展示武器操作 前提拳 避暑操等科目 一招一式 铿枪有力 直到全国推广 这才是军训该有的 网友羡慕的红眼并不犯 网友之后 这才叫军训 而不是站在哪里 世界说话 他会说话 往下为国 近到国际 超左右 超左右 光熙学生军训竟然火到国外 少年强则国强 这才是我们的少年 军训就是备战 这才是民族的未来 和几粮应该有的模样 这些宁核军训值得全国大力推广